今天搭乘的是曼谷航空 曼谷航空是以曼谷以及苏美岛为主要影音据点的航空公司 并且全系列使用的都是空中巴士集团的客机 目前有24家客机主力的机种是空中巴士的单走道客机 大部分机种都提供经济舱的座位 可是并没有提供个人的娱乐系统 有少数的A319配备有12个商务舱 我们这次回程的时候就有搭到 作为往来主要几个国际航天使用 而ATR72罗翔机队则是提供给国内航班使用 虽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联盟 但曼谷航空跟大部分主要的航空都有行李直挂的合约 包含长龙、华航、星宇、国泰 所以不论哪边出发行李大部分都可以直挂到苏美岛 但是我们这次机票是分开买的 所以柜台就没办法帮我们直挂 曼谷航空跟厂航空以及芬兰航空都有共挂班号营运的服务 也多次获得亚洲最佳区域的航空公司 以及全球最佳的区域航空公司 我们这次从曼谷来回都搭乘曼谷航空 去程的时候我们的座位是第一排 这位置啊如果一开始就选位的话要400泰铢 我们是在一起飞前24小时开放线上报到的时候 看到位置空了出来就免费选了这个位置 第一排前方就是空服人员的位置 就只有一个透明的压格力隔开 我个人是非常偏爱因为可以看到开关舱门 也因为没有客舱个人娱乐系统 紧急设备的介绍是由空服人员示范 餐点是使用西伯餐盒 除了主餐外还有提供迷你平均的瓶装水 在不到一个小时飞行时间 还有提供完整的乐食 算是非常有诚意 值得一提的是曼谷航空在舍王纳浦 普吉岛 青麦 树莓岛跟朗曼都有自己的空除服务 最难怪没有空除中心的话就没有办法经营国际航线 这样的资本投入可以说是一条楼 比较特别的是一下飞机的感觉 真的有点像做动物园的游泳巴士一样 老实说我蛮喜欢朔梅岛机场的感觉 有一种即将要度假的快乐心情 很少有航空公司拥有一座机场 顺便找到机场就是曼谷航空直接拥有以及提供地勤服务的机场 于1989年开始营运 而且目前主要也是曼谷航空在使用 除了泰国境内的国内航班外 曼谷航空也有经营马来西亚 香港 新加坡等国际直飞航班 也因为这样这条航向有点是垄断的状态 往来苏美岛的航班啊机票都在8000到12000上下不等 从商业角度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 现在机场人非常的多 他有分我们右手边这条线是没有报到过的 那我们现在这条最左边的线是已经报到 排队稍微短一点 可是大家早点来很好多 我们是有提前报到的 然后有登记证在Wallet里面 大概也要等40分钟左右 所以真的不要太晚了 这边人很多 这边有一个检查行李的行李站 有一个萤幕就是有显示没有过的人 我们刚才是在那边报到的 现在要走到另外一边 在柜台完成包之后走到登机门的途中 一般机场就是免税店 可是在苏美岛就变成了商店街 我觉得走起来非常不一样 很不像在机场里面 很轻松很惬意 有一种在逛Outlet的购物中心的感觉 也再次提醒大家啦 这个机场使用的人真的很多 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一定要线上报到 即使要拖运也要等上40分钟 不要以为国内线一个小时一定够 我建议至少要提早90分钟到120分钟抵达 我们现在要等安检进去 安检是要排队的 还蛮多的 我们安检完了 也是排队排了一下 也因为整个机场都属于曼谷航空 后机室内不需要做任何的隔间 直接有一小区变成一个户外lounge的感觉 虽然提供的典型不是很多 但不晓得是不是跟曼谷航空的slogan 亚洲精品航空公司的关系 好像就是多了那么远贴心 回程一样是那游人车登机 一路前往登机的时候 可以看到四台曼谷航空的飞机 可想而知曼谷航空真的是把苏美岛 当作非常重要的枢纽机场在经营 如果要对比其他航空使用A319的座椅 最知名的一间就是欧洲的易捷航空 一样的飞机他们配置了156个座位 29英寸的前后椅具 18英寸的椅宽 而曼谷航空则是144个座位 31英寸的椅具 19.8英寸的宽 这个配置以短时间飞行的区域航线来说 算是很舒服的配置 座椅本身是比较旧的设计 没有可移动的枕头 座椅上虽有旧式的耳机孔 但是航班中是没有提供服务的 也没有发送耳机 飞机本身的共用电视 就拿来播放安全影片以及飞行动态 其他像是机上网路以及USB充电 曼谷航空都没有提供 每次从车上连行动 直到车上连行动 補充工藝術 有餐點嗎 要來吃一個蛋 旁邊還有 跟彩 看一下海鮮 感覺我中間也是個蛋 然後上面有龜魚 所以我們的差別就是 我多了一個蕃茄 多了一些龜魚 我覺得它的菜去用的還不錯 我覺得跟我們來的時候不一樣 這個時段就是比較偏早餐 還不錯 我覺得 它這次在來講算多了 對 而且我講真的這段 飛行才一個小時 還要送菜機 空間超級這樣 我們等的時間都超過大飛機的時間 我有觀察到空間 那個機長啊 一把燈熄掉馬上站起來 開始準備菜 因為這來不及 太緊張 剛剛的這個環境應該是每天都好 對 感覺上很多樓 幾乎是蠻多的 對 為什麼你們都好想到 這麼多人的飛機 就是 可能這樣 就像一場 那樣 可以啊 我們來回 訂了差不多一萬塊 才可以做的 一個來回一個 十八千 十八千 他們有心裡很不看的 可是我這個原因 它就是 農論這個 海鮮菜 最主要就是 蛋上面有鮭魚 也蠻少人在蛋上面直接放這種一隻一隻的鮭魚 給大家看一下 那鮭魚味道還蠻重的 就是很正常的鮭魚蛋 沒有什麼好吃不好吃 然後還有馬鈴薯 馬鈴薯不會太硬 剛剛好 然後 奶油 有一點 味道太軟 對 然後有奶味 不會太重 它調的還不錯 馬鈴薯蠻好吃的 很少 在飛機上吃到這樣包裝的優格 還有糞裝 它部分優格都是 有那種磨的 撕開的 我覺得它優格吃起來就是正常 所以整個航空艦來講就是 舒服上特別 可是我覺得該有的也都有還可以 叫做小小花蠻紅餐 曼谷航空的口號 就是要當亞洲的精品航空 如果說最特別的服務就是 不論你買哪一個艙等 都可以使用貴賓室 目前在曼谷清邁普吉島都有 自營的貴賓室可以使用 但以現在的客艙設計標準來看 感覺上真的有點老舊 是比較屬於上個世代的客艙設計 如果要再進一步啊 在他們未來的換機計畫中 真的有必要再重新思考 要端出怎麼樣的產品給消費者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還是非常謝謝潔西大叔 幫我找了很多資料 還幫我撰寫了稿件 我們下趟航程見 掰掰 disci到妳嗎 給你來吧